中国海军没有战斗力 看来跳绑脚械给匪军的教训还不够 不知道美国人给菲律宾灌了什么迷魂汤 菲律宾海军居然开始瞧不起中国海军了 山东建最新的部署情况 大家应该都清楚 前几天刚从南海进入西太平洋 而且是直接从菲律宾内水的巴林汤海峡出去的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菲律宾的针对性警告和威慑 但菲律宾海军似乎特别淡定 7月14号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罗伊·温森特·特里尼达表示 中国海军根本不值得担心 虽然他们的武器装备和舰船都比菲律宾海军先进的多 但是中国海军缺少战争经验 中国海军还没有在战争中测试过航空母舰 需要至少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让航母达到作战水准 所以山东建的部署只是在虚张声势而已 此外 特里尼达还表示 中国希望跟菲律宾就南海争议进行无休止的双面谈判 这其实是中国战斗策略的一部分 使中国在为战争准备拖延时间 菲律宾如果乖乖和中国谈判注定会一无所获 因此菲律宾应该向联合国提交另一份申请书 主动开辟另一战场 这样中国就会感到害怕和尴尬 特里尼达说的申请书 指的是向联合国提交新的请愿书 抗议中国在美积交等七座岛礁环境的吹杀舔岛行动 指责中国对这些岛礁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不可挽回的损害 两个问题 第一 菲律宾凭啥瞧不起中国海军 第二 菲律宾哪来的脸指责中国破坏南海岛礁盛开环境 前两天听到一位菲律宾专家的高见 他说中国海军对南海争端起不到任何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南海一旦出事 中国军舰从战江港起航 起码要两天时间才能抵达事发现场 届时冲突都结束了 看完这些言论 我想我有点理解菲律宾为什么敢如此轻视中国海军了 说白了 在美国的怂恿和媒体的宣传洗脑下 菲律宾对中飞力量的现状完全缺乏正确的认知 他们想象中 中国对付菲律宾是必须出动航空母舰 高潮因素导弹等王牌武器的 但实际上一支中国海警编队就能压制菲律宾海军 看来上次中国海警对于菲律宾王牌特农部队的跳绑脚械 还是没能打醒菲律宾人 力度不够大 教训不够重 我一直强调收拾菲律宾根本不算什么 咱们要对付的是菲律宾背后的美国和日本 但是跳蚤一直蹦来蹦去的惹人烦 顺手拍死也不费什么功夫 自从中俄联合舰队从北一路南下 第一岛链就已经形同虚设 中国海军可以随意出入西太 所以我们现在完全具备顺手拍死跳蚤的能力 看着吧 两周之内 非法座谈人海交的破船肯定会有动静 巴掌已经高高举起 坐等杀鸡镜猴 正所谓 飞锅轻敌阎望旦 中国海军势如山 海警勋将威力显 一掌定音南海安 好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大家观众我们下期再见